好,那這個部分也要用網路啦 所以,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學校都會有很多舊電腦 效能很差,可是 你用丟掉又太可惜 其實你可以把它拿來做單一功能的用途 單一功能的用途 那像這個 學校現在還有很多中生是那個 那個其實很落魯 所以我們去你們學校的時候 只要聽到這種中生 我就知道這個學校是做我們的學校 好,那現在其實都用音樂管理比較多 你要去買個新的機器 除非剛好有那個經費 可以快速播主機 不然的話呢 就是一般舊型的主機就不能播MP3 就是操控上面又比較 比較麻煩 而且你要調那個時鐘 古早期待 你要調那個極點 要想那個很難調 會調的那個 如果轉校了 就選校沒有什麼病 好,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都用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免費軟體 Free Alarm Clock 這還沒有 好,我們現在用這一個 Free Alarm Clock 所以你就網路上把這個層次下載回來 好,那我們就直接 好,你就直接找到這個網站 Free Alarm Clock 然後這邊就會有download 直接把它點下來,download就好 好,然後download 好,然後它就會跑下來 那跑下來之後 直接安裝就可以 好,直接安裝 好,直接安裝 執行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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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就是它程式的介面 好,程式的介面 那 好,這個介面其實很簡單 你看了大概就會操作 好,你想要幾點幾分 要想,你就直接新增 好,不過在新增之前 你要先準備好你的音樂 好,那所以待會 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寫在FM上 這個地方 我有準備幾首MV3 那等一下 各位可以用游覽器到這裡來抓一下 你抓一兩首就可以了 不用每一首都抓 好,抓得一兩首 那這個點下來的 都會放在你的下載資料夾 下載資料夾 好,所以呢 等一下你可以在這邊抓幾首 哥 好,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東西 下載回來 然後呢 這個MP3 也下載回來 那如果你想 就是你下載回來 你們現在這邊有電腦的老師 你下載回來 會再下載資料夾 好 那如果沒有網路的老師想練習 你就用隨身碟 把檔案扣過去就好了 這個可以單機不用網路 好,就安裝之後 它可以單機不用網路 好,就用隨身碟 把檔案扣過去就好 好,請老師先做下載跟安裝的動作